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最近有一位男士在收到包裹时发现包裹上有很多狗毛 于是他信息那个麦家询问关于此事 麦家便拍下他的狗向世主盗窃 世主觉得麦家的狗很可爱于是便与麦家聊了起来 麦家告诉他说许多人也像世主那样要求麦家拍下他的狗让他们看 有的甚至要求麦家寄他的狗毛给他们 世主事后把他与麦家的通话记录拍下放上网 引起了许多网民与一些网络媒体的注意 事后麦家也感谢世主让他的狗变成网红狗 讲到海鲜我们就会想到螃蟹 各式各样的煮法让我们品尝到螃蟹的美味 当我们在购买螃蟹时我们可以选择购买已死去或失去意识的螃蟹 但也可以购买活生生的螃蟹 近期有一位女士在准备晚餐时有一只生存疑似墙的螃蟹 逃脱到世主的客厅并躲在一个雅林的后面 我看我已经吃了 我已经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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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我吃了 我做什么在这里 我都要吃了 MashaAllah 我吃了 施主说明他并不知道这只螃蟹是从哪里来 因为他很确定他的丈夫只购买了五只螃蟹 网民们都纷纷留言说 这只螃蟹的生存意识很强 而且还有智慧 不想像他的朋友这样变成桌上的家窑 也有人关心螃蟹的命运 疫情越来越严重 确诊人数越来越多 也有小孩确诊 近期有一个影片关于前线人员与一名小孩在隔离中心共舞 相信这些前线人员是在安抚那位小孩 影片一出 网民们都觉得很可爱 也感谢这些前线人员 事后有一位前线人员证明是他 他也告诉网民 这位小孩的家人也在隔离中心 分别是他的母亲与他的兄弟姐妹 而他的父亲则在医院里接受治疗 截至目前 家人 邻居 或各个行善中心寻求帮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